大家好,本人是庄谨证医生,在湾区行医有32年了 我的专科是脊椎治疗 这32年来,我也有看了超过10万的病患者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讲头痛 今天我带来两个病例 我们先讲第一个病例吧 这个第一个是我两年前的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飞疫 他在Alamedia County,在县政府里面做工的 他的问题是头痛,而且是准时的 每一个月,月进来的时候 他就有这种筋痛 这个痛,痛到他不只是头痛 腰也痛,肚子也痛 所以每个月都是几乎要经过同样的问题了 来找我的时候 他头痛痛到不能打开眼睛 灯光之下特别闪眼 而且他的头痛是这种pulsating 抽啊抽啊抽的 那他妈妈呢,就带他女儿来说 你以前帮我治好我的腰痛 看看能不能帮我女儿治好他的头痛 他的头痛呢,0到10 他说头痛是几乎在11 所以检查之后 他的呢,是警医跟警二错位 所以错位之后呢,就解释给病人了 虽然这个警医警二要调整的时候呢 会特别难 因为是在小脑下面的警医嘛 所经过,他的经过差不多有三个月的调整吧 现在几乎他呢,月进来的时候呢 根本就不痛了 腰也不痛了,头也不痛了 可是他还是要保存一下一个月来调整一次 特别在经级来之前 所以现在他是几乎可以正常生活了 也不用担心每个月那个问题 好,谢谢大家 第二个病例呢,我们还是讲讲头痛 一个小女孩,她呢,也是头痛 可是她头痛呢,不只是单单头痛 还有晕,还有吐,还有反胃 所以一来的时候,头就开始转啊转啊 就会吐啊 最后,也是看了很多医生 很多医生都说,我要去吃一下止晕的药 还有止痛的药 他越吃越难受 最后他,他有个舅舅是住在夏威夷的 也是脊椎骨,挺出名的 他就飞过去找他舅舅调整 在那边待了好几个礼拜呢 诶,就真的舒服很多了 回来上班的时候呢 他也不能经常飞回去下我乙的嘛 所以他的弟弟,这个病人的弟弟就说 诶,欧格兰有一个医生呢 应该可以帮得到你 所以这个病人来找我的时候 半信半疑的 他说他的颈椎只能相信他的舅舅来自 其他人呢,他还是有点担心 因为他毕竟曾经痛过很厉害的嘛 所以他现在也没办法 他的病况一开始回来了 他也不能飞回夏威夷 所以帮他检查之后呢 他呢,是小脑,颈一,颈二 还有胸椎后面的比较僵硬了 所以他的呢,需要挑证之后 还需要牵引,把颈椎呢 给松一松 他每个礼拜来一次 看了大约四个礼拜之后 他的头痛也终于不再有了 所以他也是很高兴说 现在起码他不用再坐飞机去夏威夷 看他救救了 所以这个病人呢 现在可以正常回去 上班做他该做的事 可是有一样,我觉得比较欣慰的事 他说这好几年了 他不能看书 他只能用听书 因为他看书 特别那些字 他头痛肯定会痛 肯定会晕 所以经过挑证之后 他说他终于可以看完一本书了 所以这个病人也是很高兴 所以观众们 头痛呢,是有很多很多原因的 有些呢,是压力造成的 肌肉,紧张,知识 有些呢,是颈移颈二 脊椎骨产生的 所以一定要查清楚到底是什么因素 像刚才我们所提的一个第一个病例 经济来的时候产生的 所以这很多很多 可是正确的判断是很重要 好了 下次我们再见 今天节目呢,就大致为之 下次我们要讲 腰椎盘突出 怎么样去做治疗 好,谢谢